吹氣 那所以連結的重點是 連結的重點就是 我這個氣球裡面剛剛所做的東西 都是統稱為 口吐氣 單純吐氣的狀態 我們只用嘴巴裡面的氣而已 所以叫口吐氣 然後我們正常 吹氣的狀態 我把它稱之為肺吐氣 就是用嘴巴把肺部的空氣吐出去 所以連結就是要連結 口吐氣跟肺吐氣 所以我示範一次 口吐氣把它變成兩個動作 一個是口吐氣 加上肺吐氣 然後連續做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用手扶住 對 然後無論是口吐氣 跟肺吐氣的時候 這邊都要口吐氣 有時候肺吐氣的時候要 我也是要吐的 要吹到很多 因為你吹了大量的氣 所以它把臉頰用通了 對 比較順的就是你先反過來做 先肺吐氣再口吐氣 肺吐氣的狀態 要像小孩子這樣就玩 真的嗎 對,有些小孩會這樣 對,這種狀態 肺吐氣 好 對,但是我們實際上是可以做到 比如說我把它變成一條線的時候 是 因為是肺吐氣 後面是口吐氣 OK 對 這樣嗎? 對 所以剛剛那時候還行 還行 但是你可以用 剛剛想跟我們的方針 每次手壓下去就是口吐氣 壓下去就是口吐氣 然後慢慢的去 透過你的身體的感覺 感覺你手壓下去的時候 口腔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它的感覺是什麼 對 慢慢可以用意志力控制它 對 對 好 有一些細微的差異就是 當我在做的時候 嘴巴並不會閉起來 喔 南哥神為什麼這麼順 對,但你在做的時候 嘴巴會閉起來 對 所以保持嘴唇打開 好 好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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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子 好 OK 這樣子 然後現在呢 把它變成三個動作 廢口吐氣 廢口吐 對 廢口吐 對 所以 有辦法去用意志力 區分你現在是口吐氣 還是廢口吐氣 就很重要 好 所以 所以廢口吐 口吐氣的那個時候 就等於是 廢那邊的氣 就等於是停止 出來 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時候的意志 比較是在臉頰的控制 對不對 喔 可以了解了解 對 現在還沒有用到鼻子 那你就是 先把持續吹氣這個東西 這條線弄好 慢慢把這個 間隔 縮短 對 慢慢縮短 然後變成它一個油毛線 這樣 對 很好 欸有錯了 是這樣嗎 對啊 欸對 欸我剛剛心氣了 你剛剛心氣了 我剛剛心氣了 我剛剛成功了 我剛剛真的心氣了 我剛剛真的心氣了耶 我剛剛真的心氣了耶 剛剛成功了 所以我剛剛怎麼做 一頭霧水 對 所以就是要從無意志 練到有意志 嗯 無意志 好不要管 聲音不提升 或是低聲 只要做到 七連結就要 我們就差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出去 如果我們也會 對 就這樣做得好 所以剛剛那個 應該就算成功了對不對 對 雖然它的聲音 雖然你的聲音 還沒有那麼 每一個音都可以出現 但是至少你的氣 有連結上去 對 當你在用氣檢測的時候 其實你的聲音 你的氣的聲音 是有連結上去的 這個就已經 連結就已經做到了 對 所以它就是練習 對 對 好 有一種檢測方式呢 就是我們如果 我們要把吹孔 靠在我的嘴唇的時候 單純吹醒 有氣質嗎對不對 對 靠這個氣質我可以檢測 我現在選擇呼吸 有沒有斷掉 或是有沒有順暢臉過去 對 對 所以肺口肺一樣 但是就是單純的 放上鐵頭去 側臉自己的聲音 對 但你會發現 當你放鐵口肺 口吐氣的時候 就會 聲音不完不見了 為什麼 這就是方向性的重要性 喔 就一開始講的 那是重度對不對 對重度 你要保持在口吐氣的時候 還可以 有多餘的腦袋 去控制它的方向 吹到它的管子裡面去 好 等一下 很難抽喔 我現在先幫你擦 好 你現在比較專心的做 然後我自己去找你的方向 好 很厲害 很好欸 你有聽到氣聲一直在直面進行對不對 有有有有 真的太得意了 後來就笑出來了 你雙腿 這邊一直連動 對 就這樣 OK 怎麼不行 價值連城 其實我剛剛的手 有稍微 做了在證明的背景 其實我直接在這位 我出去的時候 我稍微 增進去 所以其實它是有變的 有變的 但是所以你現在只要知道說 你現在的頭髮不照你偏高一點 但現在稍微靠意志力去控制你在執行 同步的過程的時候 稍微有意識讓它稍微吹下來一點 吹下來一點 好 我們控制氣體的方向 靠上吹的力量 就可以往下吹一下 就等於是上吹有點 往下壓的感覺 好,把它固定住它 對,很好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檢測 水杯的東西 水杯 好 將將 其實傳統的教法 就是說我們從水杯開始練 對 裝一杯水 然後用吸管去吹 然後再去練習 吸管呼吸 但是我覺得這個步驟應該是要拿在 我們的第二個步驟 同步 已經會了之後 在第二步的時候用 對 然後會了之後 因為我們才能夠在 吐氣的時候吸氣 這個時候才能有辦法 透過水杯去檢測說 我現在氣有沒有 可以達到第三步的原因界 嗯 你就可以試試看 好 OK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雖然比較微弱 但是那個是有點解上 而且沒有了 有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剛才一開始就練了 會喝到水 一開始在練這個的話 這一杯應該都不夠一次練 十秒鐘就喝完 十秒鐘就喝完 對 所以我們剛剛那種水杯的那個 就可以知道說 還有哪一個環節 可以再蓋清 對,剛剛這個環節的時候 可以測人說 在口吐氣的時候 做這個工作 氣量稍微偏小 對 所以你的 可能吸氣的時間 稍微跟口吐氣的時間 拉長一點點 但是雖然時間拉長 你要確保 你吸進去的氣 是比較多的 嗯 吸進去的氣 吸進去的氣 如果比你吐出來的氣 還要少的時候 對 就會造成你的氣不足的狀況 哦 但是你剛有聽到說 就是吸氣不要吸太慢 對,不要吸太慢 也不要吸到 就是給 對,不要吸到 已經有一點緊繃的狀態 對 一定要保持 大概50到70的狀態 吸50到70就好 對 但是你剛才一直說 放慢的一個過程 對,稍微放慢它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 也是大概吸到70%就好 嗯 然後就往下吐 哦 永遠都不要讓你的身體緊繃 吸到70% 那嘴巴呢 嘴巴也是 壓到70% 哦,就是其實 其實像剛剛那樣 就是氣泡 就是氣泡比較少 反而不是說 你嘴巴要更更低 對 反而是在吸氣那個部分 吸氣那個部分 欸 好 那我們再多練一遍 好 OK 那 今天得到呼吸算成功 今天得到呼吸算成功 耶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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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那個 想要再請教一下 就是 對很多想要學循環呼吸的人 就是你會有什麼建議嗎 就是 這個東西適合誰啊 誰比較不適合啊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是適合 所有 隨於環樂器的人 但是比較不適合是 比如說他沒有在白人的身約上 因為當我們在鼓呼吸的時候 身帶是不打開的 所以當我們身帶打開 就是聲音都沒有拉出來 對 就會照顧家人的現象 所以聲音也不能有辦法 但是管樂器都很適合 都可以 在學這個 那所以就是比較適合的循環 呼吸的曲之階 都這些那種比較連的東西 土音其實有辦法 土音有辦法 土音有辦法啊 也是這本書專門收入了 獨家循環雙圖 哇 我好期待 可以示範一下嗎 這個是其他的教本沒有的 也是國內外缺少的教材 就是循環雙圖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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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對對對 我們在哭的上面 其中一個哭 變成 口吐氣那一招 同步那一招 咦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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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超酷的耶 真的就是 就是開始一直喧下去 咦 所以就在哭 的時候吸氣對不對 對 這個在哭 這個蠻進階的 但是後面就有稍微提到怎麼去練習它 太空了,這是這本青春天才有的嗎? 就是改版之後,第二版之後 第二版,這一版才有 因為我記得第一版都沒看到 對,而且這個應該算是中文版的 只有這一版才有 這一版才有 你不記得還中文版 中文版,就是在中文的世界裡面只有這一版 然後國外也沒有這招 國外也沒有尋找這招 蛤,所以是你自己發現的嗎? 呃,算是吧 當初他也是一個故事 當初就是聽著某一首 然後覺得哇,裡面三十居然可以 也是吹這一首,然後居然就不用換器 然後就嘗試看怎麼樣 就沒想要成功了 沒想要成功,然後後來聽說他是用簡介的方式 他是用簡介的方式 結果你竟然就開發出了一個循環狀 這個循環狀 太酷了 好,OK,有興趣的人在上網 你說哪裡?上網還可以到嗎? 上網可以到我的官方網站上去玩 好,謝謝大家 好,掰掰 開完四集挑戰一天循環呼吸 有沒有覺得循環呼吸比你近一點呢? 那你不要忘了多花一點時間 才能熟練這個技巧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以及按讚 那就下次見囉 你剛剛到就是連結嗎? 連結 對 好,在狗杯子裡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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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在狗杯子裡過來 為什麼要在狗杯子裡過來 怎麼了 都沒有讚 好,在狗杯子裡 好,在狗杯子裡